十遍一遍一遍外出的廟宇的建局参丢 沉沉又有贊助的室水 让廟宇看起来的景价是高普 外面上这几座廟宇的收尾 就是六甲区公所 今天正式发表的 古廟风景的民性品 古党表示 六甲有很多有特色 有留宿 有故事的廟宇 相当特地来介绍保存 因此更有料 古廟风景民性品的发现 我感觉一个廟 那是一个 我们的地方 一个文化 一个技术观 你看里面的对联 还是监联 还是建局 都是大家 在枕头 用刀心 劳力 来打招 这些技术 我们必须要提供 向外国人来看 其实我们在外国 都看人家的教导 其实我们的廟宇的文化 不太大 以公宿来说 刚才是古廟民性品之外 上古月 已经有古厨的民性品来发表 每年后年 穿越和六甲区 所有的古廟和古厨 来作回政 出版了一本转车 通过这种方式 要来介绍到六甲区 我会透过 我们公所的力量 如果负责我们大家 可以来 把这个 系统和建议 我的愿望是 可以在两三甲区 来 把我们所有的六甲区 这些庙区 出一本车 里面的研究 里面的这间庙区 里面的由来是什么 要介绍大家 经过来讨论 要问一些事情 看这个故事是怎样 我会把这个故事传到 这样 他想说 国廟民性品 发表的现状 电视了包括 发入赤山 两鹅鹅 与两汤匙 行安供 保安供 与两方式 以及这个良好台天 付丁顶六甲区 区的土 其中高信用的区 传达到家 文的卡司 收获整特民性品 相当有收拾铁单 南天新闻 我们下来教材方报道